农村瓷野果,是一种天然中草药,能防止多种疾病,不防试一试。 今天要介绍一种常见的野生水果,农村人叫豆梨,又叫糖梨,野梨,鸟梨等,这是一种藏在民间的小野果。 今天,来了解一下豆梨的药用价值。 豆梨是一种民间的保健野果,药用价值很高,疗效优良,能防止多种疾病。 豆梨是一种天然的消炎药,能够肺部和气管的炎症,维持呼吸系统的健康。 豆梨对于上线的咽喉和弹痛叫不舒服的患者,一天可以吃两个,能起到咳嗽和哮喘的作用。 豆梨还具有清热润湿,清热戒毒的功效,是一种优良的天然中草药。 注意,脾胃虚弱者应注意饮食,血虚症和胃脑者应少吃。 网友朋友们,你们对养生知识有什么看法,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